第523集 流氓兔古旗 最让北风眼馋的就是流氓兔的第四个神通 替死之术 先前在千年王之上舞者的兵器攻击之下 换哪一尊 哪怕是千年王五六层的舞者也扛不住这一击 不仅仅是因为兵器通灵 更重要的是 兵器上存在着千年王之上舞者的武道信念 流氓兔分明都被斩成了两段 但是却像是金蝉脱壳一般 硬生生地躲过了这一击 虽然这一神通的限制很大 一个月才能够动用一次 而且每一次动用替死之术的神通 都会让流氓兔低落半个小等级 但是这个神通也算是惊人了 这个神通用得好 那可是多出了一条命 而且还能够不断重复地使用 代价就是 流氓兔从千年王一层中旗 掉落回了千年王一层出旗而已 相比送命的情况下 已经是十分的划算了 再次看着一脸鼻青脸肿的流氓兔 北风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实在是流氓兔这个形象太逗了 本身流氓兔的外貌看起来都是有些呆到身处自然萌的感觉 配合上这副鼻青脸肿的模样 怎么看呢 都觉得很是滑稽 本王心情不好的时候 不要和本王嬉皮笑脸的 你一笑 我也想笑 这样他妈的弄得我很尴尬 流氓兔悠悠地对着咧嘴大笑的北风说道 嗯 本人经受过专业严格的训练 一般情况之下 我绝对不会笑 但是这次 我真是忍不住想要大笑 哈哈哈哈 北风一本正经地说道 但是说到最后啊 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这样会失去本宝宝的 哎哟 这流氓兔趁着北风大笑 偷偷地出现在北风身后 而后对着北风的后脑勺一爪地呼了下来 打得北风一个亮枪 北风忍不住声音一声 这流氓兔真他妈的记仇啊 直到自己的后脑勺鼓起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包 还专门指着那一处打 北风二话不说 瞬间转身 趁着流氓兔刚咧开嘴 露出了一口白森森的牙齿时 一把抓住了流氓兔两个长长的耳朵 直接把流氓兔提了起来 扑通 流氓兔也不甘示弱 两条粗壮的大腿 两三脚就把北风踢飞了出去 一人一手 又开始打了起来 一个比一个下手阴 躺在地上 看着小世界的星空 任由草根的苦涩味在嘴里蔓延开来 人类 本来以为你还算是条汉子 没有想到你也这么阴损 流氓兔也躺在冰冷的地上 双手抱着一根一米多长 色泽如同胭脂一般的萝卜 咔嚓咔嚓地啃着 流氓兔此时的神色复杂 身为青年王 智慧丝毫不比人类弱 在千鹤星鼠印入额头上时 流氓兔就算是不承认 也改不了追随北风的事实 北风吐掉了草根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谁让你盯着我不放呢 本王发誓 只要你除掉本王额头上的印记 本王绝对不会对你出手 同时答应你三个条件 流氓兔一脸郑重地说道 抱歉 我只会下咒 不会解咒 北风翻了一个白眼 打得我这么惨 你还想要自由 想得美 老老实实地 用一辈子打工来偿还吧 北风也确实是实话实说 阴阳家传承之中 真的只记载了下咒的方法 可没有解咒的方法 每一位阴阳家的弟子 在选择下咒的目标时 都是要慎重考虑 毕竟机会只有一次 自然是要挑选出色的生物 才能陪伴自己走得更远 成为自己的助力 流氓兔盯着北风的眼睛 北风也丝毫没有闪躲 一人一兽 对视了一会儿之后 流氓兔瞬间感觉 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整只兔子都是欲哭无泪 这一下子 把自己都陪进去了 你有名字吗 北风拿出大把的灵药 放在地上 这些灵药 都是站死在这里的 舞者空间戒指中的 用起来也不心疼 北风大口大口地放入口中 流氓兔也不甘示弱 北风停顿了一下 开口问道 本王没有名字 你以为本王像你们人类一样吗 惺惺作态 还要取个名字 流氓兔看着灵药 快速吸收着灵药中的能量 让自身快速地恢复 北风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我给你取一个吧 就叫小王八 你才是小王八 你们全家都是小王八 流氓兔呆了一下 然后破口大骂 看着架势啊 像是又要起身 撸起袖子 与北风打过一场 那 那就叫古骑 北风看着流氓兔的架势 瞬间脱口而出 看着流氓兔 离地的屁股 再次坐了下来 北风松了一口气 擦了擦冷汗 这年头连妖兽都这么难忽悠了 流氓兔没有说话 不知道是同意 还是没有同意 随着大量的灵药入肚 流氓兔的气息 也越来越强大 北风也同样是在修行 搬运气血 好在灵药之中 有着一些 是先天舞者大混战的时候 一些聪明舞者 从山巅的药园之中 采摘到的上号灵药 一股股药力 从胃部化开 被北风搬运到了四肢百害 身体就像是一个筛子一样 到处都是伤口 这是被流氓兔 掌控北风体内的鲜血 化多利刃 刺破皮肤流下来的 好在北风的精神 与灵魂强大 第一时间镇压了体内的伤势 否则就不是这么容易了 别的不说 五脏六腑 都被刺得破破烂烂 哪怕是现在这么多灵药 北风也得养几个月的伤 对于北风来说 现在的伤势啊 只能算是皮外伤了 只是需要一段时间 配合疗伤灵药 就可以恢复 一个小时以后 北风浑身 都散发出来 一阵阵白色的烟雾 身体上的瘀青之类的 也消散不见了 原本肿的和包子一样的大脸 也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只是看起来还有些浮肿 但是比之前 却是好了太多了 流氓兔最重的伤势 就是胸口那一道 被暗金色大截 斩出来的伤势 因为有着五道信念存在 伤口愈合不了 北风吐出了一口浊气 睁开了眼睛 浑身的伤势 已然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北风向着流氓兔走去 虽然流氓兔控制了 伤口附近的血液 但是这伤口始终不愈合 而且五道信念 也残留在伤口上 时间久了 难免会留下暗伤 我来帮你去除这股 残留在胸口上的力量吧 北风刚起身 流氓兔就睁开了眼睛 盯着北风 北风自顾自地说着 根本没有去管流氓兔的意思 千年王之上舞者的兵棋 居然拥有如此伟力 就算是动用了替死之术 也遭受到了重创 可见替死之术这一个神通 还是有上限的 要是按金色大吉的威力 再强胜一分 恐怕就算是动用了替死之术 流氓兔也一样 免不了被斩杀的命运 北风在心里默默地想到 而后属于自己的五道信念 被缓缓地在指尖凝聚 瞬间向着流氓兔伤口残留的五道信念冲去 轰 一道惊雷 在北风的脑海之中响起 这算是自己接触的 除了自己之外的第二种五道信念了 如果说地球上那一块冰气碎片上 残留的五道信念 是无坚不摧的锋芒 那么流氓兔身上残留的五道信念 就是霸道 北风刚刚接触这一道五道信念的时候 脑海之中就浮现出了一道 顶天立地般高大的人影 这人手中持着按金色大吉 浑身上下充满了顺我者昌 逆我者王的霸道气息 这道残影一闪而逝 北风开始去除这些 残留在流氓兔伤口的五道信念 北风的五道信念 唯一阶的话 那么这股残留的五道信念 就是三阶 但是这股残留的五道信念 并不完整 处于破罪的状态 应该还有一部分五道信念 留在了流氓兔 梯子之处所形成的 被斩成两段的流氓兔身上 北风一点点控制着五道信念 蚕食着这股霸道无比的五道信念 速度缓慢 如同磨刀一般 足足大半个小时以后 北风的五道信念 都快要消耗干净了 才完全磨灭了这股 残留在流氓兔伤口上的 霸道五道信念 北风也是松了一口气 额头上一滴滴汗水滑落 这样精准地控制自己的五道信念 一点点地磨灭这股信念 对于北风精神上的消耗很大 特别是自身的五道信念强度 不如这把暗金色大截上的五道信念 要是一个不小心 引起这股信念的反击 北风倒是没有事情 但是这流氓兔肯定要吃一番苦头了 北风去除了流氓兔伤口残留的信念之后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伤口迅速生长出来无数鲜红色的肉牙 相互交织在一起 只是片刻的功夫 伤口已经恢复如初 被毛发所覆盖 丝毫想不到之前 这里受过这么严重的伤势 流氓兔睁开了双眼 浑身气血夹滚着腰力爆发 如同鲜膜 流氓兔的气息赫然比方才全盛时期 还要更强 北风与流氓兔存在一种感应 北风知道 流氓兔已经突破到千年王二层了 这也是千鹤兴术的强大之处 能够通过 种了千鹤之术的生命提前明误 超过自身的境界 流氓兔的突破 让北风也像是随着流氓兔一同突破了一次一样 提前体会到了千年王的境界 对北风之后的修炼会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先打破这道阵法 否则那人要是带着家族的强者再回来 我俩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北风对着流氓兔说着 同时有些皱眉 不知道这阵法有多强 自己与流氓兔能不能够打破这道阵法